玄宗狩猎得千年小路 方知张国已受千年 从汉武帝到唐玄宗 无数的皇帝都有成仙梦 长寿梦 没有听说有成功的 其实在他们的身边就有神仙 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或放不下陈氏的名利罢了 玄宗狩猎竟证明张国已千岁 张国是传说中的神仙 在唐玄宗时期曾出现过 据说当时已经一千多岁了 玄宗皇帝寻得当时的神仙张国 一日邀请其一起到咸阳狩猎 结果狩的一只大小鹿 准备让厨师杀了 张国见到后连忙喝止说 不能杀 不能杀 这是一只仙鹿 至少已经一千多岁了 当年汉武帝元寿五年 在上林游猎 我曾随士 寻得此路 武帝不忍杀志便放生了 玄宗笑着说 世上这么多鹿 怎么证明我得到的 就是武帝当年放生的那只呢 张国说 当年武帝放生时 将一块铜牌扎在了左鹿角上 你看一下有没有 于是玄宗找人查验 果然发现了铜牌 上面的两行小四已经看不清了 玄宗问张国 元寿五年是何甲子 到今多少年代了 张国道 元寿五年 岁在鬼害 武帝使开昆明时 到今甲虚岁 八百五十二年已 玄宗找史观推算 果然不差 于是相信张国已经千岁有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